不acak的 …… 雷儿 这锅里熬的是什么呀 灰爷的话 是猪皮做鳄娇用的 爹 刘儿 我问你 你来多少日子了 回爷的话两个多月了 你今天要是来了两天 我今天不揍你 你已经来了两个月了 我今天不打你也不长记性 刘儿 我问你 这锅里熬的是什么 说 爹 没错 是猪皮 是猪皮 去你的 快起来 打 爷 没错 猪是我杀的 皮是我剥的 是 是猪皮 先等等 刘儿 你也别求饶了 今天这顿打你是躲不过了 但话得说明白了 否则爷就是我没理了 李青 过来 这是什么 熊胆 来 李青 说熊胆我高兴 你要是说猪苦胆我一样打你 达子 你锯的什么呀 犀牛角 好 说得好 那位说了 这不是黄牛头吗 没错 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我锯的就是 犀牛角 黄牛角什么价钱呀 你对黄牛角也卖不出 犀牛角一撮沫的价 咱们通达堂 卖的都是犀牛角 不卖黄牛角 不卖黄牛角 刘儿 话又说回来了 这锅里煮的是什么呀 说 驴皮 再说一遍 让它自己说 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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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皮鹅椒 本草中的上品 知道了 猪皮煮出来的是肉皮豆 驴皮煮出来的是驴皮鹅椒 咱们通达堂 买的是一块银子一两的驴皮鹅椒 不是肉皮豆 嗯 打 爷 咱知道了 谁也别劝 这会劝我 不是帮他 是害他 知道了 不长记性的东西 打 出去 爷 我记住了 别打 是驴皮鹅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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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记住了 别打 这位爷 您不坏姓 免贯姓李 李爷 李爷 这就是人家造药的地场 对 这全都是药 这边都是 几外 几外过来一下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新来的伙计 对了 你叫什么名 我叫三得子 怎么叫这么个名 大名叫什么 没打名 就叫三得子 瞧这名 你闻什么 你这 郭寥的什么 怎么这么臭 熬驴皮 哪儿 驴皮 对 这事儿你得问他 他因为这被药还给我打呢 这 这还打人 打呀 这东西啊 打师父 这师父啊 打徒弟 这早来的 打晚来的 这谁是晚来的 当然是你了 去 上圈里 给我接老虎尿去 这 这 这儿还有老虎啊 没老虎 有老虎尿 啊 专治风湿的老虎尿 知道吧 没老虎 哪来的老虎尿啊 看见那笼子没有 哪儿呢 我看见了 那不是老虎 那是猫啊 什么 你干嘛打我 打你干嘛 啊 我不打你不改嘴 我说那是虎 就是虎 知道吗 我 这位兄弟 您就忍了吧 进来就这样 咱们出去时候 都该不会说真话了 嗯 看见没有 那上面有个罐子 去 给我接虎尿去 你快去 天爷救我命虎 这儿 原以为来学做药的 这下倒好成了接尿了 臭和尚 这个是臭和尚咒我 行了 我说 尿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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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好 是 我有吃坏了 这个 不行 等死我了 三得子,把我看着点锅,我一会就回来 又睡了,这种电话也能睡觉啊 尿了? 谁啊? 猫啊 坏了,尿完了,别接着 我说你尿尿到说一声啊你 别接了,过来帮着看看火吧 李青呢? 跑舵去了? 跑舵? 跑舵吃药啊,那守着做药的地场,还能被病吓着啊? 他就是吃药给吃的 吃八豆 不是 前几天呢,他搅气犯了 吃了点王不留行,想消肿 吃完后啊,搅气好了,结果脸肿了 说是出了风诊 他又吃防风,肿没下去,头又疼了 他想吃点这个天麻,治治头疼 结果,头疼没治好,又开始泄肚了 啊? 啊,吃错药了 什么错不错的,这里啊,没几味药是真的 啊? 要赶上黑柴虎啊,给你换成银柴虎,那是你的福气 好坏啊,还有柴虎俩字呢 他吃的那天麻呢,是芭蕉玉那类东西做成的 长得像天麻,少吃了通便,吃多了蟹肚 根本跟头疼没关系 那,那这些药还治病吗? 嗯,兴许能治 可是,不过,你可别对弄下药啊 比如,治脚气的药,治不了脚气 最后治的大便干燥了 嗯,这就是这儿的驴皮鹅椒 哎,你怎么知道的 呆长了就知道了,不用学 那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呀? 我瞧着你人不错,怕你有事没事的偷着吃药 啊?哎,我疯了,没事吃药 咱俩都别吃,叫李轻吃 啊?为什么? 他这人不地道,明知道是猪胆 当着掌柜的面,非说是熊胆 啊? 啊?哎,啊? 我再告诉你啊,这锅疗的不是驴皮 啊?是猪皮 有纸笔没有,咱给记下来 嗯,好,你记吧,记住了出去告关 我,我,我不识字 哎,啊,蘑菇灵芝 黄犀牛角 喂,猪熊,猪熊苦胆 猪皮呃胶,嘿,什么人哪? 都是假的 假的多 法印 朕就不明白 这些卖假药的人 把这一包一包的东西 都当成什么了呢 无非是钱是利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天下取利的方法很多 难道非要用作假来取利吗 害人之利 去会害了自己 万岁爷说得对 可昨天当周月老爷子的面 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昨天朕办的是混混 害了人家 说咱们是唯利是图的小人 那咱们就先小人后君王 咱不怕好人把咱当坏人看 他是为咱们好 怕就怕坏人把咱当了知己 万岁爷 那这些药怎么办 都留着 法印 你跟我走一趟 万岁爷 您出去办个混混 那我出去办什么呀 那你就是你啊 咱不能都办了混混吧 谢万岁爷 走 他到半上瘾了 主子 万岁爷不是说还有用吗 假药有什么用啊 没看见月老先生嘛 那才是行医卖药的 咱们做不来还学不来嘛 假药除了害人没什么用 有用啊 有用啊 一妃 这假药有用 朕有用啊 一妃停止 一妃小桃红停止 这些假造之药材 朕留着有用 万岁爷 奴婢有一句话想问 说吧 奴婢问 此次到秋水城来干什么来了 查假呀 但奴婢看 假倒不难查 万岁爷 你每日里只是出门闲逛 迷恋起拿枪做吊 当混混来了 难道面前不是假吗 还要如何查 奴婢这么说话有罪 但有罪也要说 起来吧 义妃 义妃啊 朕此次出宫 是为了查假 朕现在的所作所为 正是为了整治那些造假之人 你们把这些假造之药 给朕留下 朕指指他们赢更大的呢 朕指指他们赢更大的呢 这东西是要进宫的 知道吗 这不是平民百姓买药 这是越华贵越不嫌华贵 知道吗 是是 用点好盒子装起来 是 是 这还差不得 这长得像灵芝的 咱们就留下来 这长得还像模糊的 就把它挑出来 太不像样了 这陆荣怎么倒着放啊 你这是什么 驴皮驴皮鹅胶 你这是黄三爷的手下 好 有点入门了 吃了跑度就当蟹药食 不是一样吗 大家快干啊 明天就要出货了 听见没有 刘二 加快啊 这真要卖给宫里啊 你没听说啊 宫里采药的管事刘二来了 咱们的药要卖到宫里去了 就咱们后院那臭东西啊 臭怕什么呀 又不是你吃 我吃 对皇上 皇上的妃子 还有太监什么吃的 他们没病爱吃个药 多吃点没事 谁说的 你急什么呀 我就是这么想的 告诉你啊 他们吃了 我不心疼 要是老百姓啊 好不容易买一会药 吃了没用 那我才心疼呢 比如宫里的太监吃了 吃了也就吃了 我 哎呦 我肚子疼 哎呦 说疼就疼了 我 不是 刘二啊 你忙着啊 我方便一下去 哪有什么真东西啊 那虎骨都是用舍利骨带那是好的 竟是野猪骨 那犀牛角啊 也都是黄牛角 那个熊胆都是什么羊胆猪胆的 那草药啊 那全都是假的 那不干不知道 看了以后啊 奴才这一辈子也都不想吃药了 哎 发印 你你你你千万告诉宫里下来那个管事刘啊 千万别买这些药啊 宫里的管事刘是谁啊 他可认识朕呢 回万岁爷 那来的人是八大人手下 以往啊 一直是一个姓刘的办这事 哎 他也也许是认识万岁爷 不过 现在啊 也不见得能认出来了 为什么 您手里两个玉球 还有您的架势 都给您给褶了 有道理有道理啊 哎 我看这样吧 明天啊 朕也去见识见识 卖药的情景 万岁爷 您光是去看呢 还是去卖 哎 既然去了 那当然也要卖了 哎 发印呢 把咱们后院的药都带上 明天呢 咱们也去卖药 咱们也卖 哎 咱们也卖 万岁爷 你要把假药卖到宫里啊 哎 自己卖给自己 假也不怕 要真是卖不出去了 朕的心里 倒有一丝安慰了 哦 阿弥陀佛 现在奴婢才明白 您留药的意图 哎 我也没想那么远 只是觉得 留着她 总有有用的一天 嗯 三德德 奴婢才 你再吃点吧 哎 哎 谢万岁爷 这奴婢真是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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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了 你身上臭 哎 这洛人阁上 你别记住便宜话啊 那整天跟驴蹄子麻掌打交道 能不臭吗 嗯 嗯 嗯 我看臭得好啊 不臭啊 咱们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啊 就是 你快吃吧 吃完了以后 你快回去吧 嗯 不碍事 我就睡了一晚上 他们不会找我 你还是回去吧 要不 要不我们一晚上都得心死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遗主子 你也嫌弃奴婢啊 哈哈哈哈 哎 我看这样吧 等完事以后啊 正让你在太叶池里大喜三天 那宫里头可就 嗯 嗯 那 那是造假知人的臭 不是我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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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命苦 倒着 倒着 得得得 今天不喝 今天那个是菜好 酒好 是你伺候的也好 小的伺候着呢 李大人 怪不得八大人那么喜欢你 大老人家看得中我 好了 好吧 今儿呢就到这儿了 刘大人 您若不嫌弃 就住在后衙吧 宽敞得很 宽敞得很 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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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说 下官是担心的 您身带巨资 不太安全 万一出点什么事 放心 放心 放肚子 我呀 带着四位大内高手呢 四个呀 嗯 再说了 什么人敢结荒营呢 出来玩他自主 是是 这就好 我这就放心了 放心了 您慢点 师爷 宋客 好 这药物呢 这是药物呢 你这叫了什么 还是平会长家的药物 要先备更好 对对 还是过非城的地道啊 今天你上的这有不错 这有不错 您除着我的圈备 怎么了 您除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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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贵了 今天你带的是药 我带给他挂一下 对 对 这东西身上药力高 药力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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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力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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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得怎么开价 好 你不说我都得忘了 平日那些卖药的怎么开价 勾开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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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板 您那货不错呀 好行事好行事 您今儿准能卖成好价钱 妖精灵鸡 人 会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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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 同搜无期 货真价实 开张大吉 公请内务府刘管事来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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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睡 请不认真 不认真 这个也是 不认真 算了 还要不认真 听门 对 没有 我在宫里我怎么没见过呀 他们可是借着宫里的名气 蒙事的呗 请请 六大人 请 熊大人 熊大 熊大 来来手吧 嗯 要了 犀牛角 犀牛角 鹿蹄 鹿蹄 这是熊掌 熊 两个儿的熊掌 哈哈哈哈 来来手吧 哦 要了 人参 灵芝 灵芝 怎么瞅着像蘑菇 这是陆荣 哦 哦 哦 刘大人 刘大人 来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 谢谢刘大人 坐坐坐坐 这是杜仲 帝国 对对对 干草 鲜仁草 羚羊角 这 对对对 驴皮鹅椒 对对对 这驴皮鹅椒 来来手吧 哦 哦 爷 您真照顾我 嘿嘿嘿 你当的 走动久了呗 哦 再说了 你小子 你小子 笑声我不是 哦 是 是 那边看看 哦 请 请 哎呦 三爷 李老板 您不看看 我的货啊 哎呦 我今儿个呀 是光卖不买 我等着人来看我的货呢 改日 咱们改日 好 那我先回去了 您请的 请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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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啦 好 哎 哎 谢谢啊 谢谢啊 柳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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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正着了 正着了 哈哈哈哈 有啊 不止一位爷 啊 哪里 哎 凡大内来的爷 他们都这么说 嗯 这银子一进了 都是什么事 说你像谁呀 咱们还不得好好孝敬孝敬孝大人 说出来有点大不敬 说我像当今的皇上 嗯 哎 哈哈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刚才你呀 真是吓了我一跳 是吗 哎呀 我这样啊 长得不占便宜 哪儿的画呀 来 抱紧羊羊 爷呀 我照顾着你 啊 我呀 还就有三妻 哎 我就要三妻 啊 来 拦了手 啊 嗯 嗯 你放开点胆子 这可不行 我说过了 啊 我说过了 说照顾你就表示了 照顾你 材低了 我可不要啊 呃 这价还低嗎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 我看你呀 是越來越不像它了 一點膽子都沒有 是 我告訴你 是這個樹 咬了 我說 您就不看看這些藥 是真是假呀 我看了 假的多 您這 您這是買回去 給皇上吃假藥 您說對了 皇上這輩子 假藥它吃多了 看看這些鋁梯子馬掌 我讓他吃 他就得吃 吃飯咱管不了 這吃藥 歸我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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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 你看看這個 這 這都是什麼呀 這是 這是木箱 老人 這是上好的川北 這是 岸川北 這也是 拉拉手吧 拉拉手 拉拉手 白映 你剛才去哪了 我逼了一逼 他看見你沒事 看見我 這 也對 好 要了 剛才他說的話 你聽見了嗎 沒聽見 沒聽見 沒聽見就好了 我真後悔聽見了 後悔 發音 收拾東西 咱回吧 把收據開給他們 多少銀子 我說出來能嚇死 五百兩銀子 就這一口袋賈三七 他們給開了五百兩 真敢花錢 這就是皇家的買賣 對 我是大頭 三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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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撒尿了 愛撒不撒 你不接尿了 還接呢 我這身上都成臭毛坑了 我這做夢老夢家自個兒 掉糞坑裡頭 身上臭死了 你聞聞 是吧 是不是 聞不出來 聞不出來 你聞聞我有味嗎 怎麼了 聞不出來 哎 劉二有吃的嗎 你餓了 天天就喝湯了 餓 你等等 我給你拿好吃的去 來 給 吃吧 什麼呀 不吃 這兒東西你也敢吃啊 哎 桂園 嗯 吃吧 你不是餓了嗎 跑 跑肚子不 沒事 你吃一個 嗯 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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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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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嗯 還行 還有嗎 有 有一大口袋呢 偷出來 躺起來 餓的時候當零嘴吃 哎 嗯 那你再吃一個 不吃了 忒甜了 你走走走 哎 快 哎 呦 這麼早呢 哎 嗯 快快快快 這 誰啊 哎 誰啊這是 你 你快快快 我過去看看 哦 誰啊 是我 女的 你快去啊 呦 知道我要來呀 不啊 不知道 嗯 不知道啊 那你幹嘛換了醫生啊 啊 啊 我 我 公裡來人了 公裡來人了 啊 啊 你見了啊 我 沒見 那不就得了 公裡頭來人 愛你什麼事了 再說了 這公裡來人 是你見的啊 哎呀 公裡人有什麼稀罕的 我見的多了 吹牛 見天著能見著我呀 就是你的福氣了 哎呦 誰想見你啊 哎 大姐 你坐啊 坐 坐 三哥 你怎麼這麼跟人說話呀 怎麼了 你是不是跟這位大姐有點 有點兒 別胡說啊 我跟他沒關係 嗨 不是 這是爺變了 下人也變了 我 我 我壓根就這樣 哎 見著我們爺了 我不告訴你 嘿 我 這位爺 您都好 這位爺 您都好 這位爺 都有賺 都有賺 這位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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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哎呦 三爺 您幾條紅籤啊 哦 一條 哦 算是開張了 哎 李掌櫃的 我問您一句啊 這個回銀是怎麼回事啊 哦 我先問問您 這家賣的高不高 高 高得嚇人 哈哈 這就對了 不是高嗎 您先別高興 這不是給您的 八成是回給官家的 自己留兩成 還有賺吧 還有 這麼節了 回去八成還有賺 這叫大家三得利 回見了 我說怎麼一萬一萬的銀子 一天就花光了 這樣的貪髒王 爺 您小聲點 這是後鴨 後鴨怎麼了 後鴨能比我 發印呢 嗯 你去換吧 我不想看 我要出去走走 您去哪啊 我隨便走走 哎 爺 這 你把這銀子 都給他退了吧 哎 主子 我回來了 啊 回來了 就你一人回來的啊 爺 爺沒回來嗎 嗯 他說先出去走走的 哦 藥賣了嗎 賣了 賣了多少錢 怎麼說呢 賣是賣了不少 就那麼一味藥 能賣多少啊 一味藥 五百兩 五百兩 什麼人那麼冤大頭啊 嗯 宮裡出來的 沒有不是大頭的 和尚 怎麼說話呢 也是實話 可咱們不會買賣東西 但那管事留 也不會買賣東西嗎 銀票呢 嗯 手裡還沒鑽熱乎呢 又還回去了 這話怎麼講啊 嗯 比如說啊 宮裡要的是三七 咱們給了他們三七 宮裡呢 給了咱銀票 咱打了收條 貨也交了 按理說 買賣該結了吧 對呀 結了 沒結 完了事 咱得拿著銀票去衙門 把八成的錢還回去 自己留兩成 那八成給誰啊 張官的 收藥的 這叫大家三得利 都三得利了 那吃虧的是誰呢 皇上 大清國 說穿了 就是地裡刨石吃的百姓 真好 萬歲爺知道這事嗎 知道了 他怎麼說 他說自己是世界上 最大最大的大頭 你 這案子還用再查下去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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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帳上說 你沒回八成銀子 回了十成啊 對 頭一回 就當學了生意了 花十兩銀子 跟宮裡的劉管氏 拉了一回手 還用了一回宮裡的黃蓋布 不 我覺得值 唐 你能做大買賣 這何以見得 你不貪呢 我這人呢 小利不貪 大利可不見得不貪 你看我這試著圖畫怎麼樣 我覺得人畫得不錯 不錯 有錯的地兒 不不不 錯也談不上 不足之處尚有 說說說說說說 這宮比侍女之圖啊 與寫意化不同 力求賢淑 寧靜 瀟灑 飄逸 嗯 所以啊 這提款的時候啊 當用楷書以求統一 嗯 這行書啊 草書啊 傳書啊 都不合適 寫言 寫黃寫酥 都不妥 嗯 太過關氣了 寫什麼啊 寫柳啊 寫寿金 這別有風骨 啊 你看看來來來 嗯 寿金 我看你不像個牙記 我不像牙記 我不像牙記 那我不像牙記我像什麼呀 說不上來 說不上來 哎 這女的你認識啊 岳清小姐啊 抓她那天我在啊 怎麼您忘了 記不清了 哈哈 哈哈 想不到你對男女見的情勢 唉 也很有見底呀 哈哈 略知而已 坐著說話 坐著說話 哈哈 你是不知道我天天想的 我天天畫的 我畫那麼一堆啊 我天天畫的 我天天想的 但是我一仇敵啊 我還怎麼辦呢 我看想啊 話呀的 都沒什麼錯 可把一個新衣女子 關於大牢之內 這與談情說愛 大概 大相敬庭了吧 我也是迫不得已 普遍手段 我總想 我總想 天天能見她一面嗎 哈哈哈哈 唉 唉 唉 尚有一辦法 你先把人放了 也能天天相見呢 正要聽你的高論哪 福兒過來 好 來 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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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看你越來越不像 我看見牙記了 唉 給我當個師爺怎麼樣 啊 哈哈 我身邊就缺你這麼有膽識的人 走著 師爺 不著急 不著急 這人哪 要慢慢看 啊 要慢慢品 唉 倒是岳清二小姐的事兒 說半就半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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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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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姐 唉 要您出去呢 快說說的東西 快開門哪 快點 他倒真有辦法 唉 谁呀 谁说的主意 真好 是黄三爷吗 好什么呀 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了 带上花 咱们走吧 不是我们两个走 是您一个人走 我留下 为什么要这样 这是衙门说的呀 多好啊 我这辈子的理想啊 就是带主子收一回过 这个黄三爷还真是个有心人 人不错 人真挺不错的 封姐姐 我不出去 咱们情同手足 就是啊 我知道小姐 你一直心疼我 今天你要是心疼我 就让我坐一回牢吧 我真喜欢这种感觉 您看这床 这桌子 这墙 行了 该走的走 该留的留下 快走 冯姐姐 冯姐姐 走吧 走吧 我高兴着呢 走吧 走吧 哎 小姐 还是我留下吧 不是 回头 你告诉那个叫三得子的小子来看我 让他来坦监 明儿就来啊 他就住在平家药行后院 行 我也天天给你送饭来 行 你先走吧 好 我高高兴兴地坐牢了 我要欢天喜地地坐牢 行了 行了 走吧 走吧 快点 小姐走了 我没事 我 我不害怕 我高兴着呢 小姐 小姐 你出来了 怎么连个蟹子都没有啊 你怎么会有这种主意 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吗 我要的是大仁大义 再说了 下人为主子尽忠 这是下人的荣耀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谢你了 现在还不用谢 你还要怎样 今夜 你与我去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之后 再谢不迟 你到底是什么人 小桃红 快 快 回来了 开门去 快 开门去 没有啊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这是去哪儿了呢 法医 就说出去走走 别的什么也没说啊 这次跟着出来 说是私访 前边开着店 后边住着人 都快成了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妇人了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这不是让人揪心吗 我问你 你放我出来 就是为了让我帮你做这事吗 除了这事还有别的用意 你是个小人 岳老先生也这么说话 你不计较 不在此事 不计辩 怕他们应该 不好,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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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看看 這是怎麼回事啊 快把箱子拿出來 箱子什麼箱子 請拿出來 好 好 下士, 您留個名吧 我這好有個交代 跟誰交代 你的錢不是都買了藥嗎 跟皇上用不著交代 可得跟八 您留個名吧, 好嗎 朕不怕 什麼 我叫朕不怕 真不怕 沒有真不怕的 回頭 我讓你們全秋水城的人都怕了 幾萬兩銀子 對 幾萬兩銀子 手還沒捂熱呢 丟了 你不是說沒人敢動黃銀嗎 嗨 就你這地下 就有人賊膽包天 我告訴你李大人 我現在還叫你一聲李大人 明兒啊 銀子要是追不回來 可別怪我說不好聽的 你別著急啊 你幹嘛生這麼大氣啊 你給我努力找不就完了嗎 你幹嘛呀 你 要是找不回來呢 你找不回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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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水初 我初 我初 秋水初 好 好 好 嘿嘿嘿 有你的話 我剛才的話 就算白說了 你忙你的事吧 我呀 不打擾了 你 不必了 我 我嘴欠 我嘴欠 我幹嘛說我出啊 你把銀子弄丟了 幹嘛跟我凶啊 我嘴欠 岂有此理 是 在 在 在什麼 這 怎麼辦呢 大人 這 這幾百兩銀子 笑得我還能拿出個主意 這 這幾萬兩 我盯 盯著就害怕 我養著你們這幫酒囊飯袋啊 連個主意都想不出來啊 那 那 黃三爺 那人 就那歇牙記 就那 給我找來 大人 這半夜三驚的 還是明年再說 什麼半夜三驚的 誰管我半夜三驚了 事沒到你們頭上 就去呀 去呀 是 走 七萬兩 七萬兩 快 跟著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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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那邊 你們去那邊 開門 開門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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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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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柱子 到底怎麼的事 街口官兵到處抓人呢 為什麼 就是京城裡的官丟了錢了 那不是咱萬歲爺幹的事 他不至於去偷錢呢 我看那也未準 柱子 您想 不丟錢 惹不起事了呀 混混當戰 連錢也會偷了嗎 我怎麼覺得這次出來這麼亂呢 出來吧 他沒有來 該不會出了事吧 風吹花影洞 遺事遇人來 多謝小姐惦念 你可真是雅興 都這時候了 還念得出詩來 這詩 不就是這時候念的嗎 你看 有明月當空 有家人相伴 還有 還有幾萬兩銀子 這錢哪 真煞風景 從古至今 像那些家人 在花錢月下 流連錢犬 哪有一個會提到錢的 得手了 算跟你了了賬了 你怎麼不問我 要這錢有什麼用啊 我問 也問不出實話來 何以見得 那我問一句 說 我不問你錢的事 我想問你是誰 我 我 我是新入行的雅記 京城裡來的黃三爺 我再也不問你了 我 我正要送你一樣東西呢 你喜歡 你就留著吧 你我相逢 你擅自使 啊 現在 就以擅自衷吧 你好像不願意 以擅自衷 它太俗了 不如換個方法吧 那好 你說以什麼衷 嗯 那就以 就以這 這花月之下 這錢 這錢 你自己留著用 它用在不當之處 連你的人頭 一定取了 這女子好厲害 誰 我 快把門關上 好 還愣著幹什麼 還不給朕倒茶 萬歲爺 您真的偷啊 好玩 好玩啊 別說偷這個字啊 這個字不好聽 傳出去有損朕的威嚴 說 說找 憶妃啊 您把它收好了 這麼多的銀票 萬歲爺 臣有一事不明 講 往日私訪為了設計大事 為家為國 此次出來 就為了倒這一票銀子嗎 如就為這銀子 又何勞您一國之君呢 說的在裡 還有嗎 沒了 奴婢也有話藏在心中 那所幸說說 萬歲爺此番下來 是否太像江湖俠氏 而不是一個萬成之君呢 說的也好 小桃紅 您也有說的嗎 萬歲爺 何必非讓三得子去學造假藥呢 說了半天朕這口茶還沒喝上呢 好 如時間有餘 那時候 朕應該一一給你們解釋清楚 但現在怕不行了 為什麼 如果我沒有猜錯 此時 該有人敲門來了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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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黃三爺 您前輩帶路 好 好 神啊 真神啊 做夢一樣啊 咱萬歲爺做這些事啊 都在手心裡攥著呢 阿彌陀佛想不通 走 還是想不通 還是想不通 我想不通啊 我怎麼也想不通啊 都說當官好 那那 那是當大官啊 經理的二品大員 紅頂子帶著 金亂店上一站 想說呢 說一句 不想說呢 不吭聲 他就這麼幾年不吭聲 他這官算當下來了 走走走走 像我這兒等會兒的 什麼叫當好 什麼叫當不好 上邊說你好 你就好 下邊的百姓說你好 放心 這官絕對當不上 好 又不是一張牌 一人發一張 好就一個呀 給你了 沒有他的 他能幹嗎 他會高興嗎 他不高興 他就得給你整下來 唉 我實話跟你說吧 我呀 就不能當下邊百姓說我好的官 哼 不當好官 我看呢 你就當個上邊說你好的官 那 嗯 想要上邊說你好 哼 是要付出代價的 比如說你 哼 想當個牙鐵 搬個牙鐵 要送禮 對呀 就這麼個好字 能讓他們說出來 容易嗎 就當咱們倆之間說說容易 想讓上邊說你好 得一封一封的銀子 才能把他那嘴撬開呀 撬開還得趕緊往裡塞銀子 不塞 啪嗒就閉上了 我看這樣的好官 不當也罷 不當幹什麼 不當官幹什麼呀 我實話跟你說吧 我都 我都要萬歲也貶了一回了 我正想問你 你怎麼又回來了 此地做不好 換個地方 天下的官多如牛毛啊 你只要活動啊 就不會沒有你的位置 我索性把實話跟你說了吧 我現在當那官 萬歲也都不知道 力不不在策 我 那你這不是假官嗎 說對了呀 所以我在秋水這次是萬萬不能出事 出了事就是大事 你沒看見 經理來的管事劉 他可是經理逼品不品的一個太監 男母男女母的一個東西 就差當面罵我了 讀書讀到這個地步 恐怕連孔聖人也始料不及吧 我哪是這麼正經的讀書人呢 像我這樣 讀書為了過好日子呀 哪能算什麼正經的讀書人呢 鎖車幹嘛 你快跟我說說 這幾萬兩銀子 這幾萬兩銀子丟了怎麼辦呢 還要了明 還要了明 賠他吧 賠 我一個人賠啊 沒銀子啊 有 捨不得呀 舍不得 舍不得 那就不赔 不敢 想都不敢想 不赔 那掉脑袋呀 那他让你赔 你可以让别人赔呀 让谁赔谁乐意 是啊 是 是有人不愿意 可想想 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那 我 好 这可不成 咱们钱挣得可不容易呀 咱们都是规规矩矩的买卖人 谁能拿出那么多钱呢 我们都是造假药的 卖假药的 李渊 你敢说你没卖过假药吗 菜狗宝充当海狗宝 不是你教我的吗 王翁 用猫尿充当虎尿 不过也是你教我的吗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假药我卖过 但不能是假钱呀 这是要真银子 要是用假银子 咱们舍得 要是用真银子 那谁舍得吗 对呀 他就是这么回事啊 是啊 谁也舍不得 但是有一个理你们没有悟透 如果没有当今的知府相容 我等在此地能造假 大概头早被杀了十次了 平日里造假之人与容假之官是息息相通的呀 如果没有知府大人我等能在此地打仗旗鼓的造假吗 恐怕一天也过不下去 今日官有难 我们救他实际上是救我们自己 这钱也是花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呀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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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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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在身 来迟了一步 有什么好事 别忘了在下 你来的真巧 好事 花钱买生计 好啊 买生计嘛 你们花多少钱 我花多少钱 好了好了 话不多说了 大家回去准备钱 叔叔 clips 按我刚才派的3 刚才你们说什么呀 我没听见 不过我刚才碰一个收药的 大客户啊 海南的整船整船都收药啊 你们要用的药 都给我 我给你们钱 摄下 三爷 我 Size いibai 你得照顾照顾我 我要好决定是真的 我别着急 我就要收药 有多少我收多少 真的 没关系 有多少我就收多少 你们爷做一下大买卖 大买卖 好险 宣罗 安膽都要 你们别和像平安人的那样 给你们爷知会 你放心 我们爷心里有数 他忘不了您 青蒿绿扁豆 西瓜 配翠意 或香香或用 鼠热能清理 性味肝寒多 归精味 归精味匹肺 方香肩后下 属下作伴侣 你认识字呢 四叔五经啊 听人家讲过十遍 薛儿实习之 不议悦 听听听 你听听听 爷啊 我要是你认识这么多字啊 我才不到这来呢 那我去哪啊 去那种戏台子下面转转家 给人说说细文 或者是到酒馆里 给人家画画扇面 谢谢队联 谢谢酒师什么的 反正怎么着也饿不着 读书人应该是这样的 你说那是读书人呢 那是闲人 那读书人呢 应该是穷而独善其身 达责 奸济天下的 才对呢 齐志平 知道吗 齐志平是谁啊 哪人呢 他呀 什么哪人呢 齐家治国 平天下 这才是读书人 我还是没听懂 屁 你懂什么呀 行了 你把那些晾晾的药 一样一样的给我拿一个来 这懂吧 哪个药啊 假药啊 你要假药干什么呀 别忘了这么多了 有用啊 吃 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学了做假药 去造假 屁读书人 你还不如我这个不诗字的老实人呢 我 你心术不正 我 你还气志平呢 呸 嗨 我不跟你说 说脸没用 我自个拿也行不 真是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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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快开门 快开门 小姐 你找谁 找你 借一不说话 你出来干嘛 回去 小姐 什么事 这读书人是好 他长得那么丑 比我还丑呢 都会有一两个女人来找他 三爷 这都是这个数啊 都要这个数啊 都要这个啊 再加这个数 怎么样啊 好 这个啊 杜重五十八斤 好 三爷 我这都是上等地要材我这都是 好 收了收了收了 好好好 谢谢 不是太高了 弄平了呀 好不好 这差不多了 杜重五十八斤 明明在家是六十斤 怎么这儿成五十八斤了 还卖不卖了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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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拉拉手 不必了吧 再拉呀 就伤和气了 李长官 你那些药 您看出来了 这七成是 真的 假的 这不结了吗 我能混那行李人吗 我呀 一口价 好嘞 穿备二十八斤 得 卖了 卖了 关牙那边不等着用钱呢嘛 是吧 好 李掌柜的收了啊 好嘞 这边收了啊 现成的银票您收着 谢谢三爷 打个手 来来来来 雄仔 二斤 二斤 雄仔二斤 记上记上啊 搬过来 大家都慢点 搬过来搬过来 好嘞 好嘞 把东边的用雨布盖上 怕雨 好嘞 来来来来 马齐了啊 好嘞 搬过来 千花搬过来 周桑红有人敲门 去看看去 来来来来 马这儿马这儿 马好了马好了 来了 回那边回那边 回过来 找谁 抓了假药都烫手的人 买这么些个假药干什么 你是谁 这是秋水城的平会长 我们买卖人 可不管什么会长不会长的 会长也别轻易的 把个假字说出来 砸了买卖啊 对谁都不利 干活干活 这个理你也懂啊 好 收这么多药材 让人发愁啊 怎么办呢 牙记嘛 买也是为人家 卖也是为人家 收也是为别人收的 别人在哪儿 别人在哪儿 不告诉你 怕什么呀 怕你抢了饭碗啊 嘿嘿 有饭大家吃嘛 跟你们爷说一声 要货 我那儿有现成的 要得多 价低 您跟爷说去吧 我不传话 别人 看着看着 都是过海的货 扎紧点 快快了 扎紧点 扎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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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扮演造区的 好 哎 跟你们爷说一声 我的车在外边都挺好了 来啦 来啦 嗯 牛大人 哎 您 您别动 您别动 您 您坐着 您坐 啊 知府大人来了 我能不动吗 啊 我要是不动 这话要是传到京里去 人家不是 说我是已是欺人了吗 哈哈 哪能够 下 下官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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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再带两千 再带两千 哼 银子 我马上就凑好了 您看 这 刚凑的五千两 啊 五千两啊 哈哈哈哈 我早就说了 在哪儿丢的东西 在哪儿 就能把它找回来 这就好比 在家里丢了东西 这不叫丢 说不定啊 哪天 他自己就会出来 发现吧 再说了 在你们秋水 丢了几万两银子 那也不算丢啊 啊 话您可别这么说 下官我 一进就全力了 得得得 你啊 也别在这儿跟我哭穷 你也别怕 啊 这丢银子的事儿 哎 回去呀 我也不说了 啊 谢谢您了 谢谢您了 你忙你的吗 哎 你瞧你看着点啊 嗯 嗯 清儿啊 嗯 满街的人都在收药在呢 爹 不关咱们的事 饭做好了 放在后面呢 我去给冯姐姐送饭去 哎 听说 那个姓黄的牙脊 在大收假药啊 哎 你说 他哪儿那么多的银子呀 不知道 哎 就算是偷来的钱 也不至于做这么傻的买卖呀 这个人奇怪呀 哎 他的家眷倒是一方好家眷哪 他有家眷 有啊 好好的一个妇人 气度高 哎 心善 嗯 可惜了 啊 你说什么 嗯 嗯 没什么 我要给冯姐姐送饭去了 刘二 哎 干嘛 你 你要出门啊 你怎么知道 你换了新衣装呗 那 那 带我出去吧 你知道我干嘛去吗 我就带你啊 嗯 哎 哎哎哎哎 过来 干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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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香 哎 香是吧 嗯 怎么了 还有点臭 臭 香臭香臭的 嗯 那什么味啊 怪味 你才怪味呢 你躲开 哎 你你手上拿什么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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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嗯 嗯 来就来吧 還帶什么东西啊 哎 哎 哪有什么好东西啊 哎 哎 不是 听着名儿都金柜的不得了 全是假的 假的都不敢碰 哎 哎 就这桂圆吧 还是个味 你尝一个 留着吧 当着你的面 哪好意思吃啊 留着也好 你慢慢吃啊 小姐去找过你了 小姐特意到 后门找我的 小姐不去找你 你也不会来 不找也来 你倒挺会说话的 这次 咱们俩怎么不斗嘴了 这圣哥一道蓝 像隔得挺远的俩地 好不容易见字面 还吵什么架呀 你出来再吵吧 那你就等我出去 等你 你啊 好好待着 我来看过你 就没事了 你是什么人呢 我 我 我和你看见的这人呢 不太一样 快点 走了走了 快点 我走了 这东西等你走了以后我就吃 我 我想你的时候我就吃一颗 我一颗一颗的吃 我一颗一颗的吃 这银片没错 我验过了 是真的 咱们想什么时候对 它就什么时候对 这我倒是没怀疑过 他也不至于蠢的用假钱来买假药吧 那也不是成把戏了吗 用真钱来买假药 真让人摸不着门道 你说他知道这药是假的 我告诉他了 就是不告诉他也知道啊 我做了这么久的生意 也没见过这么大张旗鼓买假药的 这不是明摆着花钱买亏之吗 整个秋水城都冻起来了 谁有这么大破裂 想那么多干嘛 亏了也好 赚了也好 反正这钱是真大 这亏了赚了 那是他的事 咱们不亏不就成了吧 咱们现在不亏 不见得往后不亏 想不通啊 来人哪 爷有什么吩咐 派人看着黄三爷的后院 看他的货什么人运走 回来告诉我 慢 还有那个叫三得子的 让他先回去吧 说是来学徒的 别自己给自己弄个卧底的 稳着点好 不为别的 谁让咱们粘了一个甲子呢 是 散出来了 已经花出去八千多两了 那倒是差不多了 不能超过一万 从明天开始再压价 为什么不能过一万 超过了一万 宫里的人就该走了呀 宫里的人有什么用啊 宫里的人一天不走 此地的师父一天不得安生 宫里的人压他 他压衙行 衙行就急着出货 咱们呢 就低价收货呀 万岁爷 我贸然的问一句 您这样做 跟假药有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啊 朕说过要让那些造假之人 倾家荡产 买了这么些个假药 万岁爷 我看咱们快倾家荡产了 假药在咱们手里 总比在那些人手里强吧 万岁爷 三得子回来了 万岁爷 遗嘱子 奴才三得子见礼了 奴才那边的事全结了 奴才回来了 你回来得好啊 正着我用人的时候 三得子法印听旨 奴才在 臣在 三得子 你连夜去见于士龙余大人 让他速选海南闽南之冰丁 十数人 来秋水收药材 遵旨 法印 你速将院内囤积之药材 运往林县 在那里改换包装 于两日之后 让于大人运回来囤积待寿 遵旨 以非小桃红停止 奴婢在 你们 每日去各药站 观察各药站存货 是否已空 会计来报 遵旨 好 各行其事吧 遵 遵 慢 朕还有一句话 秋水之事 朕要么不做 要做 就要从宫里到宫外 将贪官奸商 一个都不放过 这样 才不枉朕久武之尊 办了一回混混 好好的练 把工架做足了 担天器运好了 给我喊 大声点 我要让秋水城的 每家美货都听见 做买卖 是与平家作对 全名好下场 韩 多谢二位 光临寒舍 蓬壁生辉 请 不必了 要有药材呢 我们就进去看货 要没有呢 我们再换一件 药材都卖光了 容量天 您进去喝杯茶吧 既然无药 我们不打扰了 请留步 贸然问一句 二位与黄三爷是 一家 怪不得买卖错那么大 这家人就不一样 不一样 老师 要谢谢 承诺 落 harp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皇帆爷 哎呦 哎呦 哎呀 要 enforce somet leader 你献当过大人 哎我跟你说啊 待会见到宫里的管事流 要划长划短 你可帮我躺着点啊 哎呀这话说的 我能躺得住宫里人吗 您哪真高看我了 说心里话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一个主意都想不出来 空得很空得很 哎 你辛苦 来来 请请 我跟着他走 慢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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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辛苦 你辛苦 哎呀 你辛苦 你辛苦 刘大人 来了 刘大人 嗯 坐吧 请 天下的事儿 我有两件是最不愿意干的 一是被人当大头耍 这二就是要小钱 我的话懂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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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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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还带个人来 啊 啊 他是我秋水的朋友 啊 哈哈 智勇 您认识啊 我是让他来帮我 哦 帮您 哈哈 骂我 哈哈 骂我 呵呵 又拿我当棒锤耍 是不是 呵 刚才我说了 是啊 是啊 我最不愿意做的两件事 哼 在你们秋水 你是都让我干了 哎 话说到这儿 我可告诉你 这冤大头 我当 也就当一回了 谁叫那晚上我背了石韵呢 但老让我这么像你要小钱 这么一点点的 像你们挤的银子 哼 我可受不了 告诉你 我也是个见过钱 吃过钱的主 来来来来 是 是 是 坐坐坐 你 太让我不高兴了 坐 我 这话没错 李大人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说 为官一任 是钱重要 还是官职重要 我 下官认为 两个人都重要 都重要 错咯 官是根本 钱是职业 根本扎身了 还怕职业不茂盛吗 你有了根本就什么都有了 对吧 有枝有叶 有花 有鸟雀周灸 有春花秋月 有树下阴凉 当然是官职重要 没 没钱 官也不好做 我 说得也对 得分什么时候 就此事与宫里刘大人来说 你现在有了钱 就能把你的官保住 那你把钱看那么重干嘛 我要是你 我立刻把钱拿出来 把官先保住 好 好 你说的有道理 现在看来你是越看越不像那个他了 立大人 现在你该把官看得比钱重才是 对 你这来帮我当然帮他的 我当然是帮你的 不骂你你过去了官吗 跟你说的 这钱可以再挣 可这官可是去而难求 对 这荒银是小事吗 是要灭九族的 对 竟然算计到我这大内官差逃上来了 你 胆子不小 您不是也常算计皇上吗 说得对 你这个人真可骄 说实话好 你呢也别怕 我还告诉你 这个天底下最好算计的就是皇上了 我不算计他 我吃谁去 我告诉你吧 皇上可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圆大头 他可是常被人当大头耍 你说得对啊 他是天底下最大的大头 你说这个大头他有没有觉悟的时候啊 说得对 我还是两个字 不怕 他觉悟都是在大事上觉悟 这些小事上他就再有觉悟的道理 他没有觉悟的时间 他顾不上了 你好像很关心当今皇上 我告诉你没用 你离他远了点 世上的事就是这样 一个宫里一个宫里一个宫外 你呀就是再有才再有缘 也帮不上他了 就冲着您呢 对 就冲着我 你呀就是尽忠也尽不上了 你一尽忠了 那我们干什么呢 你这个人哪 还真有点意思 赶苗子 对着那机会 我提巴提巴你 不过我现在还是看出来了 你是李大人的朋友 这怎见的 你这会儿 话里有话的都冲着我来了 不 我没什么定性 话赶话的走 谁要李区呢 我就 李区 我们这些人就是李区过来的 我 因为我是宫里的 我就是李 是 是 别的话我也不说了 明天交银子是一好百好 送客 都一来 明天长 来见见朕是吗 什麼鎮事?你們這些人在太陽下站對式面鎮事? 什麼鎮?是天門鎮還是八卦鎮? 好好的藥壞著,擺什麼鎮事? 閒話休說,有何貴感? 買藥 你們家的藥還沒買到嗎? 差得遠,有沒有藥? 有 在哪兒呢? 有就是有,你要就給你,在哪兒你不必知道 說的有你,我現在就要禍 急了點,現在沒背著 不過話跟你說透,要禍有 你那點兒錢,怕是不夠吧 來,時間累了,時間累了 好,行,我到那邊去 這可不行,綁緊,馬都背好了 背好了 這繩子行嗎? 行,您看 東背齊了嗎? 背齊了 咱們呀 兄弟,問一句 你這麼多的藥材 這是往哪兒運呢? 海在那邊 東邊 那我們就往東,走 走,走,走 全城的藥,都讓他收盡了吧 這是好事啊 買賣嘛,這麼大的買家,那還真少 再說了,咱們做了這麼多年的買賣 還沒見過這麼痛快的 這麼有氣度的雅姐 這衝手都帶著瘋啊 我說啊,人家要是再要貨 咱們拿什麼給人家 他能把天下的藥材都收盡了,那是他的能耐 他要是要啊,咱們再給嘛 給不出來呢 哼,我別的不怕 怕這回的事兒 想都想不到 唉,想不到啊,就不想 怕你有什麼用啊 貨現在給不出來了 也不見得吧 哦,感情您還留一手呢 一小手而已 各家都問了,藥材已盡 只有平四海說還有 他也許沒有了 或許沒說實話 不,他肯定沒有了 你想啊,如果他還有藥材 他就不練兵了 他是怕杭氏讓咱們給崩了 擺樣子說話呢 萬歲爺 這局面 已在朕的把控之中 義妃啊 話是先這麼說了 但這賬 就算是打贏了 朕是一點欣慰的感覺都沒有啊 今天 我見了宮裡來買藥的太監 你說這種人 在宮裡他算個什麼呢 什麼也不算 哈 一旦出來 比朕在宮裡的譜還大呢 暴敵怎麼回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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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